来到21世纪 世界各地的火车发展日新月异 蒸汽火车已经很少见了 但是在东马沙巴则保留了 英国殖民时代的蒸汽火车 乘客能够在古老的车厢里 沿途欣赏美丽的农村风景 沙巴基本设施发展部部长 拿督彼得·安东尼就透露 蒸汽火车将在今年的5月 迎来新车厢 此外也会提升系统 给乘客打造一个更舒适 以及安全的乘搭体验 另一方面 州政府也会发展 或美化沿途的一些小镇 振兴内陆旅游业 乡间小路 碧海蓝天 精美复古的餐具 车厢里身穿英式复古制服的 工作人员 这里是沙巴至今还保留的 蒸汽火车 也是全球唯一还靠着 燃烧木材运作的火车 几年前经过翻新维修 火车设有5个全新的列车车厢 沙巴基本设施发展部部长 拿督彼得·安东尼透露 蒸汽火车将在今年5月 迎来系统提升 以及更换新车厢 以提供乘客更舒服 以及安全的乘搭体验 沿途16个车站 也将进行重组 以及重新编排 重点是 车程也能从原本的4小时 缩短到2个小时半 到3小时之间 而这些怀旧风情的车厢将送到博物馆 或让私人介保馆 皮特安东尼说 该部也将向州政府申请拨款 以提升蒸汽火车的基础设施 排水系统等等 这列火车线路如今已经形成一条 独特的旅游风景线 全长145公里 从亚比丹荣亚路 丹中阿路 到丹南的路程 每个车厢可容纳180名乘客 沙巴副首席部长兼旅游文化级 环境部部长刘靖之表示 州政府也将研究 看要如何美化沿途小镇 振兴内陆旅游业 1903年开始投入运作 1971年 它一度停止运作将近30年 2000年的时候 重新启用 坐在这古老怀旧的 英式蒸汽火车里 沿途有绿色稻田 传统的村庄小屋 有时还会和水牛擦肩而过 NTV7综合报道